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一名64岁男子上周在南辽海边抓个力,胸口吐感剧烈疼痛病阔及背部,他忍住痛到南辽消防分队求助,经救护员评估,发现他出现胸门与倒汗症状,推测是心肌梗塞,立刻以12岛城心电突击监测心跳,并同步将资讯回传至医院,等男子到院便即刻治疗, 成功将他从鬼门关前救回南辽分队指出,该名男子到分队时出现胸口剧烈疼痛与倒汗情形,救护员立刻以12岛城心电突击实施心电突,EKG,监测,并将资讯回传至医院给心脏内科医师,经医师确认为急性心肌梗塞,AMI,同步启动心导管手术, 等救护车车载诸男子抵达医院,医护人员立刻将男子推进手术室,成功打通阻塞血管,挽回一命。 消防局长李世公表示,为有效提升紧急救护存活率,消防局去106年建制。 12岛城心电突击系统,利用心电突击监测病人心电突资讯,E3G或4GYV方式将信号传到责任医院指导医师手机中, 研判是否为急性心肌梗塞患者,而责任医院在接获急性心肌梗塞,AMI,患者。 讯息后,可事先做好心导管手术准备,透过快速通关方式, 让患者直接送入重症急救室进行治疗,不仅节省排队后诊时间,必要时也可立即施做紧急心导管手术。 李世公说,针对胸痛病患,这套可整合患者到院前症状分析、传书,通报及到院后紧急治疗的机制,可大大提升存活率。